哎呀 重来重来 Hello大家欢迎回来小宝的频道 今天呢是想要跟大家来一起拆这个盲盒零食 给大家来看一下 哇 这一箱真的超级不严重 就它一共有12千克 真的是特别辛苦 快递小哥了 然后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搬过来的 然后这一个呢 要感谢我之前有合作过的一个品牌 他们是在疫情期间给我送来的这个K Package 就特别特别暖心 人家也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发食品啊或者什么的 但我就觉得因为我刚刚打完疫苗嘛 然后就在我人生的一个小小的低谷的时候 我收到这样一盒零食礼物 就觉得哎特别暖心 所以呢想要跟大家来一起拆箱 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零食 那我们就调话不多说一起开始吧 我其实已经打开了 然后它就是这么一个超大的盒子 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其实也真的无从下手 我就是快速的给大家说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呢 首先应用给我演联的就是这种方便面啊 这种这个 还有这种快速的面啊 长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之前我都有吃过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快速面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两杯米 超用心了好吧 其实米呢真的是超级比赛的 棒啊 然后还有面条 这种一个是蕎麦面 还有这种营养面线 然后都是很实吃的 就比如说闹了大饥荒 我靠这些东西能活两周的感觉 哇难怪有这么沉 然后这边呢有一些这种小的玉米 然后这个是小的鹌鹑蛋 真的都是特别特别实吃的东西 然后还有这种椰子水 长成这个样子的椰子水 然后还有 这个的话应该是一瓶烧酒 这个的话是那种韩国的烤肉酱 然后它都非常细心的这样包好了 就很贴心 然后这个也是韩国的那种就是烧烤的酱 然后又一个烧烤的酱 然后呢还有这个 我超级爱吃的 这个德庄的各种调料 我今天中午就已经吃了一个重庆小面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德庄的这种我每一次吃完了 我还是会去我家楼下有花超去买 这个德庄的真的超级超级推荐给你们 无论是它的鱼香肉丝啊 水煮牛肉或者是红烧肉 还有各种火锅体料 我觉得太开心啦 然后零食的话 有这种虾条 然后韩国的这种虾片 还有一包这种韩国的辛拉面 跳跳糖 还有这个杏仁糊 这个的话我也超级爱喝 除了这个杏仁糊以外 他家还有一个那种南瓜糊也特别特别的好吃 就是基本上拿水一冲就可以了 我的早餐经常喝这 这样子这样 所以自己吃一下 罐头 这个罐头 尤其在这种零食 还有海苔 然后面条 北方人其实非常喜欢吃这种细的挂面 像我一般情况下就是会煮西红柿挂面汤啊 然后加一个鸡蛋那种 就是我在打完疫苗之后 难受的之后几天我都有吃就是这种挂面条 所以感谢 这个是沙爹酱 我就不给大家拆了 因为真的还挺多的 然后还有这个姜小白 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在家喝白酒 先送一包就是它 这种果冻条超级可爱的 感谢这个品牌在疫情期间给我出来的温暖 真的有特别特别的感动 感觉就是疫情如果真的再封个三个月 我依旧可以靠这些吃的活下去 也希望在疫情期间呢 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打疫苗 好好的吃饭喝水 希望所有在澳洲的小伙伴呢 都可以一起度过这次疫情的难关 那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咯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